Hello 我是小B 這條影片想跟大家做一個開箱分享 話說前兩天我收到PR 傳了這部無線智能抹槍機械人給我 現在想跟大家一起解構這部機械人 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右邊這邊有很多小小的配件 我們先看看這邊 首先會看到一個搖控制 這個搖控制是用來控制機械人用的 接著這邊會看到有一個吸盤 這個吸盤是待會用的時候 吸在玻璃上 是配合機械人用的 這個吸盤下面有小毛巾 這塊毛巾我猜是用來抹這個吸盤 因為這裡也要保持乾淨 如果它是很多層的話 吸在玻璃上就會吸得沒那麼緊 然後這裡有兩條線 就是用來充電的電線 另外它下面還有一層 下面那層就會看到有一支清潔劑 還有它是有這個框框 就是用來貼上機械人上 用來抹槍用的 新機是跟了三條這些抹布 最後呢 最後呢這裡就會有兩粒的電芯 這個電芯應該是用來 放進這個搖控器裡面用的 右手邊這裡呢 我們看到上面會有一本很重要的說明書 而下面呢 登登 就是今天的主角 機械人 這個抹槍機械人 它是一個四四方方的機械人 摸上手呢 其實它也有一定的重量在這裡 因為這部機械是無線的設計 所以用的時候 你就不用規限 旁邊一定要有一個電掣位在旁邊 另外呢 用了它就可以很輕易去抹一些 可能比較高身 或者可能比較闊身的玻璃 譬如像我的手那麼短那些 經常抹玻璃呢 有機會是抹不到盡頭的 那用了這部機 它就可以幫我輕易地抹乾淨它了 開完箱呢 現在就正式和大家一起試試它怎麼用 用它的步驟很簡單的 首先呢 選好一個放吸盤的位置 抹乾淨 然後呢 就打開吸盤的開關 把它放上玻璃 之後呢 將吸盤用來連接機械人的線 接駁好 再在機械人的抹布上面 噴上清潔劑 最後呢 就可以開著這部機 讓它幫你抹玻璃的啦 這部機械人呢 它是有分Z 或者N字形的路線去抹的 它會根據你玻璃的形狀 自行決定抹的路線 另外它還有一個深層清潔模式 就會一次過用Z和N字形的路線 割抹一次 保證玻璃呢 是可以做到100%清潔乾淨的 用電子東西 最擔心就是 如果它沒有電的時候 怎麼辦呢 那這部機械人呢 它就設定了 當電量低過30%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回到開始的位置 那我們就完全不用怕它會因為沒有電 而停留在一個我們拿不回機的地方 看完影片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部機械人吸不吸引呢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你家裡 是真的有大型的玻璃需要做清潔的話 它的確是一個不錯的幫手來的 接下來聖誕節要買禮物的話 不妨都可以考慮一下它 今次的分享又是這麼多 我們接下來Facebook IG 和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影片再見